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對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提起訴訟 指控他誹謗並尋求4.75億美元的懲罰性賠償 特朗普10月3日向佛羅里達州勞德代爾保的地方法院 提交長達29頁的日品狀 指控CNN試圖利用他巨大的影響力 據稱是可信賴的新聞來源 來詆毀特朗普 目的是在政治上擊敗他 以達成CNN所稱在2020年大選時令特朗普下台 訴訟中說CNN長期以來 一美強調特朗普的任何負面信息 並無視有關他的所有正面信息 而言由於擔心特朗普會在2024年再次競選總統 CNN近幾個月加大攻擊力度 文件中說 CNN試圖用種族主義者、俄羅斯走狗、搬亂者 以及甚至是希特拉等一系列 越來越醜陋、虛假和誹謗性的標籤來污衊原告 律師指出 CNN將特朗普給作希特拉的報道被政治真相網站 授予說謗的評級 不過CNN卻拒絕收回或糾正虛假和誹謗性言論 政治真相網站 是美國知名的事實查核機構 這個網站會將新聞或公眾人物的發言分成六個等級 說謗是最偏離真實性的一個等級 律師指出 懲罰性賠償沒有法定上限 因為CNN對特朗普有特定傷害意圖 而且行為確實傷害了他 因此 而特朗普可能獲得超過200萬美元 或超過其實際損失四倍的賠償 這是佛羅里達州法律規定的上限 CNN沒有立即回應自憑請求